所以我们一执政的时候 先进行许多的改革 先从国会改革团执 我们一执政即刻向英国看习 推出首相国会问答时间 在英国的威明斯议会制度 英国国会800多年来 每个星期三早上10点 英国首相一定到国会报道 面对国会议员的咨询 马来西亚国历60多年 首相从来都不需要去国会 久久亮相一次好像他演唱会一样 可是自从安华上台以后 我们推出了Prime Minister President Time 每逢星期二早上10点 打开DV35 RTM 一定看到首相 风雨不改在国会 面对反对党领袖的咨询 给大家最新的消息 这是一个进步 这是一个民主的提前 首相可以公开 每个星期二报道向英国看齐 反而是首相问答时间 推动半年以来 国会反对党领袖没有去过国会半次 每一次首相回答 对面的遗址都是空的 他们不敢面对安华 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 大家知道吗 今天你的女儿 嫁给中国人 或者是你的女儿 嫁给英国老高富帅 娶的不是百富美 嫁的是高富帅 嫁给一个阿摩 你的女儿阿多斯大人 在英国生长 你的孙不是马来西亚人 每一个做马来西亚人 原本法律说法律变钱 人人平等 对不对 你的儿子 娶一个台湾病 在台湾生一个儿子 算是马来西亚人 可是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嫁给台湾高富帅 在台北出生 你的孙子 外孙 不是马来西亚人 你看到男女之间 爸爸妈妈 不平等的地方 对不对 马来西亚有1800多个 这样的小孩 到今天 没有国际 没有学校等收拆 没有进大学 不能找工作 这之间 男女之间不平衡 这个课题 已经过了二三十年 共产党在过去待遇的时候 不断的为他们申冤 也没有办法做到 可是今天我告诉你 内阁已经通过决定修改联邦宪法 无论是马来西亚的母亲 父亲 海外长子 都可以获得公民权 那底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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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明大马 注重人权 男女平等 那这个政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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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